今天周一北檢持续侦办金华城案件 但是在上周五十三号 维基集团主席沈静晶 因为身体不适被紧急借护就医 他的律师也申请聚保停压 最新状况马上请新美带我们了解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下一届所在位置在台北地检署 持续来带您关心金华城案的最新情况 而在今天 北界可能会再约谈了一名证人到案 而在上周 检方动作可以说是真的平平 每天都有新进展 我们透过手板就要带您稍稍回顾 包含说在上个礼拜 柯文哲是有被二度提训 他是在礼拜二和礼拜五的时候 都穿着这套同一个黄色的制服 坐了球车抵达北检 而在彭振生的部分 他时任台北市副市长是礼拜二和礼拜四 而一元一小微呢 则是礼拜三和礼拜五两度被提训来到北检 而这当中这四个人中 其中身体状况最不好的就是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他是礼拜一礼拜三的时候 坐着球车抵达北检 一下球车都是坐着轮椅进到北检的 就可以看到 他身体是伸得非常不舒服 尤其在礼拜五就传出了 他身体出了状况 被紧急介护就医 九旗在之前 他因为是有提出了抗告 之后被高院驳回 但现在身体又出了状况 他的律师就紧急申请了聚保停止积压 就是希望能够用交保的方式来换取说 不要再积压下去 因为身体可能真的负荷不了 但是现在北院这边已经 法官在做出审券的动作 下一步就是由陈审法官会来决定说 要不要把审庆金再提出来开庭 或者是不开庭 之后呢就会决定说 到底要对审庆金是继续积压 还是让他直接交保回去 而现在除了这四人 都有被二度提训之外 柯文哲也是现在已经被积压 十二天了 从九月五号就进到看守所 到现在算起来 已经是十二天二度被积压 现在就是有平民媒体 外写说外传 可能现在检方就是不排除 这你第三度的提训 主要内容可能就是针对 柯文哲会来进行测谎之外 还会安排柯文哲和其他被告来进行对职 不过我们刚刚有稍微问了一下北姐 他们说针对这部分目前都是没有安排 但是上个礼拜检方可说是动作频频 除了有约谈 时任的都发局长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长 包含说林清荣以及林周明 甚至都有约谈 就是时任的都发局长黄锦茂 而他也是从证人的身份被约谈之后 转为被告 就是发现说他疑似有涉嫌图利的可能 在礼拜六的时候就有将他说以五百万元的交保情况 而现在这些人会被约谈 主要检方就是要交叉比对公司说 到底这些人会不会有可能可以咬出柯文哲 明知道违法 却还让金华城违法通过 因为其实他背后牵扯利益是非常庞大的 是有恐怕涉及了上百亿元 因为柯文哲这个动作就不排除 会让微经集团来涉嫌图利超过两百亿 而下一步可能呢 检方会不会约谈陈佩吉 或者提训了微经议员应小为的助理吴顺明 我们持续在北检来为您守候 以上最新主播